球场风云多变化,精彩赛事抢先说 大家好,我是球老师 在正门开始前麻烦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 五战四负,库里受伤勇士崩盘 输球场次追平湖人,继后赛都悬了 12月21日,NBA常规赛结束了一场焦点战 勇士不敌尼克斯,最近无场比赛输了四场 此一虽然普尔的手感出色 但无奈勇士三节落后19分 末节又被尼克斯轰出一波流 直接收割比赛,进入到垃圾时间 勇士吃到败仗,勇士没有库里真的不行 克莱的状态一直都没有调整到最好 投篮手感不佳,投篮感觉恢复之后失误数又上去了 普尔天赋十足,也在最近几场比赛中逐渐站出来 但想要成为扛起球队的绝对核心 还有一定的差距,稳定性需要提升 怀斯曼已经是替补,他的表现依旧令人失望 现在的库里因为左肩愚蠢出现损伤 虽然不用手术,但他缺席的时间需要一个月左右 而且还是在乐观的情况下一个月之后付出 这段时间勇士战绩不佳 能否强势反弹对于他们是很重要的 最近无偿比赛,勇士输了其中的四场 包括17分烈士不敌雄鹿 6分差距输给步行者 12分之差不敌76人 击败猛龙结束三连败 再加上如今输给纽约尼克斯 勇士无偿比赛一胜四负,表现低迷 勇士的战绩来到15胜17负 输了17场比赛 数量已经追平了胡仁 胡仁目前也输了17场比赛 只是因为比勇士少赛两场 所以在西部排名榜上暂时落后一个胜场 胡仁位居西部第11名 勇士西部第12名 两队都在季后赛附加赛的门外 作为未免冠军的勇士 虽然赛季开始前辈普遍看好 但他们的表现确实很低迷 在最新一期的NBA官方的战力榜中 勇士已经降至第16名 虽然拥有克莱和库里的水花兄弟 还有追梦格林 普尔和维金斯这样的汉将 同时底文秦佐等人也有不俗表现 但这支球队受到伤病的冲击 同时战绩糟糕 所以在西部排名和NBA官方的战力榜中 勇士的排名大幅下滑 接下来勇士的对手是六连胜的篮王 西部第一会熊 还有黄蜂 绝世和开拓者 对手实力都很强 勇士想要终结颓势 难度不小 也希望他们可以好运 勇士队最近两次比赛 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 毫无水准 没有专注 无闻缺席 篮王的表现并不算太好 连续篮场比赛都一度落后 朦胧和活塞将近20分 前半场比赛并不是篮王和杜兰特擅长的 但应付未免冠军 似乎已经足够 这句话连勇士队自己都有同感 布鲁克林在上半场 以91比40击败金座勇士队 以143比113获胜 而91分是篮王队 对时半场得分的记录 也是NBA历史上上半场 得分第三多的分差记录 40分的差距也是 篮王队时最大的半场优势 这也是NBA历史上 第15次半场领先40分 一个半场比赛下来 篮王一整个刷烂了勇士队 用体育话报评价这场比赛的话说 凯文·杜兰特 只是在玩弄勇士队 篮王队在没有凯里 欧文的情况下 在上半场得到91分 凯文·杜兰特 滑水半场 9投8中 得到21分0 跑全队 篮王队 半场 49投 35中 71.43分 球时 9投 13中 68.4 而勇士队本身也是打得一摊烂泥 成为NBA史上的一个连续两场 以30分大败输给对手的未免冠军 这一点连99年乔丹 皮捧 罗德曼和缠尸同时离队的公牛都做不到 值得一提的是 杜兰特每场比赛17.5次出手投篮 就可以平均得到30.1分 投篮命中率全联盟最高的56.4% 科尔被打脸 勇士有多惨 梅库里创耻辱记录 主帅遭怒斥 下课 勇士又输了 科尔执教的球队被靠背对阵篮网 上一场失误偏多的克莱没有出战 库里继续因伤缺席 最终勇士113比143不敌篮网 迟到了一场惨败 怀斯曼砍下了职业生涯最高的30分 这场比赛勇士彻投彻尾的失败 被篮网打服 首揭勇士就落后对手29分 上半场结束被篮网得到91分的同时落后多达40分 勇士也创造了多项尴尬的记录 其中就包括勇士半场输40分 NBA历史未免冠军的半场最大分差 勇士落后40分创队时第二大半场落后分差 队时近60年半场最大落后分差 勇士在纽约打了两场比赛 面对尼克斯和狼网都吃到惨败 两战输了足足68分 在库里因伤预计缺席一个月的情况下 勇士表现非常糟糕 未免冠军在没有库里的情况下 直接滑荡 档次暴跌 不仅NBA官方实力排名下滑到第16名 在近期的表现非常差 他们最近6场比赛已经输了其中的5场 面对熊鹿和76人这样的强队 勇士全都输了 如今面对没有欧文的篮王 勇士再度吃到一场惨败 表现确实太低迷了 没有库里战绩就如此糟糕 球队没有战术可言 防守一塌糊涂 失误偏多 进攻端也不过流畅 所以不少球迷呼吁科尔下课 虽然是勇士的冠军主帅 但他临场指挥能力偏弱的一点也体现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 在对阵篮网之前 哥尔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球队有信心打出一波连胜 呈随着赛季的进行 我们的容错空间越来越小 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刻打出一波连胜 我们有信心 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我们很容易再次受到伤病影响 很显然科尔的豪言被打脸 他们不仅没有取得连胜 反倒是吃到连败 而且是连续吃到惨败 最近几场比赛的表现很低迷 这样的情况被喊下课 也可以看出勇士球迷们对于球队现状的不满 包括知名篮球人帕金斯也表示 勇士昨天被尼克斯打爆了 今晚又被篮网击溃 科尔什么时候才能让这支球队具备竞争力 队里没有库里来拯救你时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对吧 勇士的战绩来到13胜18负 客场战绩一塌糊涂 如果继续低迷表现 球队很有可能背乎人等队超越 也期待接下来他们的表现 库里多文缺阵 篮网轻取勇士赢7连胜 杜兰特23加7 普尔13分 北京时间12日22日 NBA常规赛结束了一场焦点战 篮网143比113大胜 勇士赢来7连胜 辞翼库里 罗文 克莱缺阵 篮网首杰领先29分 上半场领先40分 虽然勇士下半场追分 但篮网优势很大 他们9人得分上双 成功拿下胜利 数据统计 勇士 库明加4分6版4注 追梦格林2分4版6注 卢尼6分7版 穆迪17分 普尔13分2注 杰罗姆14分3版7注 怀斯满30分600 篮网 杜兰特23分7版5注4段 奥尼尔14分 克拉克斯顿10分7版5注 乔哈里斯11分3注 西蒙斯10分4版8注 萨姆纳16分 塞斯库里12分6注 米尔斯13分 杜边雄泰8分 莫里斯9分 焦点镜头 篮网上半场轰下91分 队试半场最高分 篮网上半场91分 NBA历史上半场第三高分 仅次于太阳的107分和勇士的92分 勇士半场狂输40分 创NBA历史未免冠军的半场最大分差 比赛回顾 第一节 奥尼尔命中3分球 追梦格林空切上季 格拉克斯顿勾手得分 哈里斯追身3分命中 卢尼勾手之后 奥尼尔和哈里斯再中3分 篮网14比4领先两位数 普尔上篮得分 穆迪抛头打进 杜兰特和普尔对着砍分 格拉克斯顿双手爆扣 杜兰特和克拉克斯顿连续得分 奥尼尔滑翔上季 篮网领先20分以上 兰姆抱扣纸屑 库里打板得分 杜兵雄泰命中3分球 萨姆纳的3分轰进 怀斯曼勾手得分 萨姆纳还一个2加1 兰姆外线的3分命中 萨姆纳和杜兰特连续得分 首节战板 篮网46比17领先勇士 第二节 沃轮跳投得分 篮网领先30分以上 怀斯曼扣进 杰罗姆两发全中 杜兵雄泰和怀斯曼连续得分 西蒙斯抛投命中 怀斯曼吃饼爆扣 普尔扇篮打进 杜鞭雄泰的3分命中 塞斯库里跳投命中 打听勇士 奥尼尔命中3分球 鲍德温抛投得手 西蒙斯反击爆扣 杜兰特进场倾注吃到技术反规 穆迪的3分和抛投轰进 杜兰特跳投得分 哈里斯和鲍德温3分命中 克拉克斯顿布兰得分 怀斯曼转身爆扣 杜兰特跳投得分 托马斯的3分球轰进 怀斯曼和杜兰特先后命中3分球 上半场结束 勇士51-91篮王 第三节 西蒙斯抛投和扣篮扩大优势 卢尼两罚前中 普尔两罚前中之后命中3分球 萨姆纳两罚前中 库明加命中3分球 顾明加跳步上篮得手 卢尼补篮成功 杜兰特跳投命中 怀斯曼两罚前中 塞斯库里两罚前中 杰罗姆抢断反击上进 塞斯库里外线轰进 鲍德温外线连续命中 杰罗姆追身3分投进 米尔斯命中压哨3分 三节战罢 勇士79-109篮王 第四节 杰罗姆上篮得分 米尔斯命中3分球 杰罗姆打成2加1 鲍德温外线再中 怀斯曼打成2加1 莫里斯跳投命中 鲍德温再中3分球 目的大空位的3分命中 沃伦外线海以颜色 莫里斯外线命中 米尔斯命中大号2分 沃伦抛投打进 兰姆两罚中一 米尔斯命中3分球 怀斯曼吃饼爆扣 沃伦飞身上进 米尔斯抛投得手 蓝王保持领先 成功拿下胜利 韬纳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